完美世界81集预告,有神一招击败上界三大巨头,不灭生灵变大帅哥。 完美世界最新剧情中,不灭生灵被放出后,便引起了五行山和上界的不老天尊与其激战。 而10号也趁乱将不老山的宝库洗劫了一番,就在10号要脱身的时候,上界却又下来了两位大能,分别是西方教教主和奇牛大能, 再加上五行山和不老天尊,不灭生灵即便实力强横,也很难逃出这几人的围捕当中。 而就在这关键时刻,不灭生灵却是把矛头对准了10号和小塔,直接来了一招过水东引江, 小塔和10号也卷入了这场战局,毕竟最开始就是因为10号大闹不老山才会把不灭生灵放出。 这样一来,不灭生灵的计谋也就顺理成章地实施成功了。 不过就算是小塔实力不凡,但在二对四的情况下,不灭生灵这一边仍然没有胜算, 况且10号还只是一名列镇镜选手,就在这战况胶着的时刻, 10号的最终底牌柳神突然出手,预告中,可以看到柳神仅仅是一招就将三位上界大能制服, 看来曾经位列先王境界的柳神名不虚传,对付这几位仅有虚道境界的门派教主,轻而易举。 在解决掉这三人后,下界难得的大纪元,太古宝剑也随之开启,柳神和10号一行人也进入到了其中。 不过柳神和小塔进入太古宝剑后,就深入原始之门探索奥秘去了, 留下10号在外面独自历练。 而值得一提的是,不灭生灵昆彭子居然解锁了一个新形象, 一改之前真身凶弱模样,变成了一个抑郁风情的帅气美男子。 看来完美世界官方要给昆彭子加气了,不然多出一个剑魔。 岂不是大手笔了? 而在10号进入太古宝剑后,还会遇到之前前往不老山时碰到的火黄和蓝鱼等上界天骄, 一起前往金乌海、太阳圣树等地方争夺至宝, 等10号从太古宝剑出来后,才能和月蝉仙子成婚了。 对此你们有什么看法?欢迎留言讨论,谢谢!